为了让今天的这个提醒各位贵宾 为了让今天的这整个的流程更顺畅 等一下每一位参选人发言之后 请大家就不要鼓掌了 那么让我们的流程能够很顺利进行 谢谢大家 不好意思 李先生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让大家鼓掌没有问题 但是之后因为媒体发言的时候 我们争取一下时间 好 现在开始进入辩认的第二阶段 我们现在开始由媒体提问 这个阶段总共有十个问题 请五位媒体代表轮流提问 参选人依照事前抽签的结果 依序回答 每位媒体代表发问的时间是40秒 每位参选人回答的时间是1分30秒 首先我们请中央通讯社的总编辑 吕志祥先生提出他的第一个问题 谢谢 马先生 你一再宣扬在外交上的成就 但在参与政府兼国际组织方面 除了世界卫生大会以外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重大的突破 这是否意味着国陆外交有局限性 特别要仰赖中国大陆的善意 对此你是不是有新的思考及做法 蔡理事民进党执政八年中在外交领域上面 大家印象最深刻最深刻的可能是风火外交 甚至不许与美国翻脸 你又要如何建立国际社会对民进党处理国际事务 外交事务上面的信心 最后请问宋先生 蓝力在外交政策上经常是对立的 也阻碍了台湾推展对外关系 你又如何能建立一个以共识为基础 超越党派的外交政策 请马英九先生回答 时间是1分30秒 好的 我们打造一个友善的国际 我们交往的对象不限于政府间的组织 也包括非政府间的组织 我们有机会能够以观察员的身份 中华台北的头衔参加世界卫生大会 这是联合国的专门机构是政府的 那么我们也有机会加入了政府采购协定 这是WTO的相关的单位 那APEC虽然不是政府间的组织 不过我们也能够派前副总统去参加 这个都是过去前朝做不到的 我们做到了 我们现在国际民航组织 IKEO跟联合国气候变化纲要公约的会议 确实是不容易 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放弃 可是你想想看 我们在其他方面所做的一些拓展 比如说我们最近争取到世大运 这是过去根本做不到的 大家也不能 本来也没有期待我们能做到 就是因为我们的触角不是只有政府间的组织 实际上在国际社会当中 非政府的组织NGO 它的重要性跟它的数目都远远超过政府间组织 所以我们不能够拿政府间组织唯一的标准 但是我们的努力从来没有松懈过 我们还规划了其他的一些组织 也都在努力当中 可以看看我们过去要跟日本签投资协议 要跟新加坡跟纽西兰签经济合作协议 是没有办法想象的事情 可是现在我们都可以开始了 所以我们执政之后 替台湾的国际空间增加了很多想象空间 谢谢 请蔡英文女士回答时间11分30秒 谢谢 我的外交的思考是 我要让世界看得到台湾 也让台湾的人可以走进这个世界 所以不论是双边的外交 或者是国际组织的运作 都有我们要努力的方向跟目标 我们看到其实我们在很多的多边组织 已经是会员 我们就应该在这些多边组织里面 发挥我们领导议题的功能 让人家看得住我们的存在 让人家知道我们的议题在哪里 让我们可以主导国际谈判 国际经济议题的主导的空间 从WTO到ERPAC 到将来的TPP 我们都有很大很大的空间 台湾最大最大的实力所在 就是台湾的经贸实力 而且我们有很多的经贸谈判人才 在过去的三年到四年 马总统都把它放在一边 没有让他们有发挥的空间 这就是我们要着力的地方 让我们的经贸团队打开国际市场 让我们的经贸团队有一个国际的空间 有一个国际的舞台 台湾最重要的 还有我们的志工的力量 还有我们很多很多民间的力量 都可以让台湾走得出去 尤其是持绩的志工的力量 真的全世界没有办法找得到 马总统的这种外交修兵 其实造成了我们的外交人员 真的不知为何核战 而纪律开始败坏 而我们的很多的国家的朋友 也让我们在祖先认知上发生混淆 请宋楚瑜先生回答 时间是一分三十秒 刚刚吕先生所提的这个问题 特别谈到了就是因为蓝绿的对决 使得我们在外交的很多的活动上面 发生冲突 我必须要提出几点 第一 虽然蓝绿这个两个阵营 有不同的意识形态 我们特别强调 抛开这个蓝绿 要把国家利益 把台湾人民的利益放在中间 也就是我们虽然有不同的过去 我们应该要有共同的未来 所以我们有共同的利益 我们有共同的愿景 特别在国际上面 我们要强调的 透过经贸从台湾进入到大陆 然后走向世界 这些许多国际的组织 我们要向全世界说 台湾的人民真正所期盼的 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制度 自由的企业和开放的空间 而在做法上面 我当总统之后 我一定会跟国民党和民进党 大家要有一个沟通的管道 重大的许多外交政策 就像我们看到的美国 那是有两党的 bipartisan的这些共同的 一些主张和做法 而不要在这个方面 为政党的利益在那边斗争 亲民党的英文名字叫做 people first party we are not party first people 我们要真正的为国家来努力 接着请苹果日报社副总编辑 郭淑明女士提出第二个问题 蔡英文女士 您拒绝承认九二共事 中国到时候一定不愿意跟您协商 那您的两岸对话工作小组 还能运作吗 届时两岸关系势必发生空转的情况 您要如何因应 您就职后要邀请朝野政党 来协商所谓的台湾共事 但是我们知道过去在贬时代的跨党派小组都失败了 您如何能够让他成功 那宋楚瑜先生 您曾说过 中国导弹绝对不是针对台湾人 而是保卫中国人的领土 若您当选 您会要求中国撤除飞弹吗 马英九先生 您接受时代杂志专访时 不排除访问中国 但是您在接受VBC的访问时候 却说四年内绝不到中国访问 您的态度为何如此的反复 谢谢 请蔡英文女士回答时间一分三十秒 谢谢 九二年是有九二会谈 但是真的没有九二共事 连当时参与谈判的 孤政府先生都说没有 如果要一个政府 一个领导人去接受一个 当时没有存在的东西的话 其实这个是不对的事情 九二共事 是国民党跟共产党的一个共识 2008年 我们的马总统就任以后 把这个国共的共识 没有经过民主的程序 把它转化成为是一个两岸的共识 这是一个伤害台湾民主最大的地方 对于一个国家的定位 国家的主权这么重大的东西 居然是在没有民主程序 没有透明化的过程 把一个国共两党的协商的东西 转换成一个两岸的东西 台湾共识 讲究的是一个民主的程序 也就是说我们希望 所有的台湾人坐下来好好的谈 我们有的共同的共识 我们再去跟中国谈 我相信这样的共识 才能够创造出来台湾整体的力量 就像刚才宋楚瑜讲的 我们要跨越蓝绿 我们要整体的对外 如果我们整体的对世界 对外交 我们也应该整体的对中国 所以这个共识 应该是台湾人共同的共识 而且台湾的社会 今天的成熟理性 我们应该都有信心 我们的人 我们的人民 该坚持的就会坚持 该有谈性的地方 也会有谈性的地方 我对台湾人民有信心 请宋楚瑜先生回答 时间一分三十秒 2005年开始 两岸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 不再用武力来对抗 以前台湾说要军事反攻大陆 过去大陆也想用军事学习台湾 2005年开始 共同的两岸的一起一致的看法 就是要用和平发展 我相信对岸也有这样的诚意 我们台湾更有这样的诚意 那就是我们真正能够透过经贸的来往 那就是马总统在 新加坡美国来成立我们的FTA 如果大陆上用这样的诚意 远比我们口头上每天去说 到底要车飞弹 还是不车飞弹 重点是双方都有诚意 用和平发展作为前提 要用耐心来化解过去的误会 更重要的 那就是两岸共同的创造这个地区 共同大家的利益 请马英九先生回答 时间是一分三十秒 谢谢宋主席对我们签订EQFA的肯定 这是一个正确的看法 其次蔡主席否定有九二共识 可是在2000年的时候 陈水扁总统一度要承认了 可是他跳出来否认 我的感觉很奇怪的就是说 九二共识是在李前总统时代 由李前总统亲自拍板定案 而且他的内容一中个表 这个一中是中华民国 我们现在三位都在竞选中华民国的总统 一中是中华民国 这什么不对呢 我觉得很奇怪 就是因为一中个表是符合宪法的 所以我们才在这个基础上跟两岸恢复协商 而最后证明了 这个九二共识是各自争议 共创双赢最好的办法 如果你不承认他 两岸关系会陷入不确定的状态 甚至于会倒退 蔡主席说台湾共识 凭两人讲 到现在为止我们都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因为他看到一个说这个是共识 那个说不是 这都有他自己决定 别人不知道 在这种情况底下 我觉得非常危险 因为面对这么大的挑战 两岸关系如果限于不确定的状态 对台湾是很不利的 蔡主席说他要关心中小企业 可是中小企业就是怕两岸关系不稳定 他们对大陆的销售会发生问题 因此我们一个国家的领导人 一个一定要有一个能力 能够稳定两岸关系 并且提出非常全瞻明确的政策 这个情况下 我提出来不同不独不武是最好的政策 第三个问题请联合报总编辑 罗国俊先生提问 蔡女士昨天晚上有一场记者会 宣示如果他胜选之后 在凝聚台湾共识的这个过程之中 一中各表也可以纳入讨论 首先我要请教宋先生和马先生 九日共识在台湾这么多年来 是这么重大的争议 在选后四个月以内能够达成这样的共识吗 其次我要请教蔡女士 现在看起来这个台湾共识 给人的感觉好像是一张空白的支票 只要形成了共识 里面可以填上一边一国 可以填上一中各表 也可以填上终极统一 那这如果是民意形成的话 但是我们就是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两岸政策是一个最重要的决定 国家大政方向这个方针的政策 这样的一张空白支票 会不会授权太过漫无限制 请宋楚瑜先生回答 时间是一分三十秒 我必须要正面的肯定 台湾民主万岁 那就是因为有选举 我们才看到蔡主席民进党 开始也说两岸的问题 应该大家一起共同形成共识 我们看了台湾的民主 才晓得要选举 要赢得人民的支持 就必须要尊重绝大多数的人的心声 绝大多数人的心声 就是希望两岸要和平 处于过去一向的主张 就是透明的程序 共同的参与 民意的监督 事实上我们看到了 这些所谓的共识 必须要建立在有透明 公开的程度之下 来相互有个管道 大家来共同协商 因此我们如何在过去的基础之上 如果我们当选 我们非常明确的说 要跟对岸说 两岸必须要和平 台湾不会挑衅 但是对岸也必须尊重台湾人当家做主的基本的主张 和我们希望维持现状的 共同绝大多数人民的意愿 只要在这些的基础之上 这些的共识 其实是有相当相当凝结的 比如说 EGFA不是越来越有共识了吗 这就是我们民族的好处 请马英九先生回答 时间是一分三十秒 刚才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我也感觉到 如果蔡主席所说的台湾共识 只是一个白宝箱 什么东西都有 到时候我就不知道哪一个是共识 哪一个不是共识 而我们呢在过去三年中所提出来的 不统不独不武 我任内不谈统一 不搞台独不用武力 这个已经变成台湾的主流民意了 在所有的民意调查里面都占到八成以上 同样的我们透过两会进行制度化的协商 也是一样八成以上的民众支持 那一中各表也接近五成的支持 这代表了民众知道 刚开始他可能不懂 慢慢他了解之后 发现真正能够搁置争议 帮台湾解决问题 所以我觉得蔡主席过去 强烈的反对ECFA 说他是糖衣毒药 说他会使四百万人受害 说他是会使台湾的经济完蛋 可是现在他又说 我可以这个概括成熟 基本上呢 他的看法一直在变 所以台湾共识内容 我敢打赌 也会一直在变 没有人知道他最后是什么 但是我们可以确定的是 不同不独不武 维持台海的现状 是多数台湾人所希望看到的 而我们现在所做的 每一个政策都是如此 我们跟大陆签了16个协议 每一个都是公开的 最后像ECFA还经过立法院的通过 不是我们黑箱作业 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提出来讨论 陆委会每一次签之前之后 都会到立法院报告 让国会有机会监督 因此透明化 其实我们已经在实践 我们的做法应该是目前最适当的 请蔡英文女士回答 时间是一分三十秒 首先我要告诉马总统说 你说九二共识 就是一中各表 我没听过中国说过这样的话 所以显然 你跟中国在这件事情上 也没有共识 那么我非常同意 我们宋主席刚才讲 任何重华的国家的决定 尤其是两岸这么重要的事情上 我们必须要有民主的程序 我们必须要透明化 而且宋主席也说了 在台湾的社会 其实我们的共识凝聚 其实是困难越来越小 因为我们是一个民主理性的社会 所以刚才宋主席也讲 凝聚共识应该不是很困难的事情 我要向我们的马总统说明的是 如果你真的不知道台湾共识是什么 那我真的觉得很失望 你是一个民主国家总统 直选出来的总统 你居然不知道说 台湾共识代表的 就是一个民主的过程 换句话说 重点不是在于 你要在众多的选项里面 去选哪一个选项 重点是你经过了民主的过程以后 大家共同去支持哪一个选项 这个才是台湾共识 所以刚才马总统讲了很多东西 让我感到很惊讶的是说 我们经过民主过程 只选出来的一个总统 居然会讲出 他不知道台湾共识 就是一个民主过程吗 而只是在重复他以前的过时的立场 接着请中国时报总编辑 王美玉女士提出第四个问题 最近马先生 蔡女士都在美国商会 用流利的英文发表演讲 面对美国人 你们两位从两岸关系 谈到台湾的经济发展 充分展现总统候选人的高度 但是面对台湾的选民 你们双方阵营对陈英柱先生 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 还有没有一斤两块钱的市值 炒了两个礼拜 这种打口水战的竞选主轴 说实在令人很遗憾 你们可能低估了台湾选民的 智慧跟水准 请问你们两位 怎么看待这样的选举文化 难道真的是内外有别吗 这个问题也请教宋先生 你怎么看待这样的选举文化 请马英九先生回答 时间是一分三十秒 陈云柱先生的事件 是民进党挑起来 完全是无中生有 当天我的行程 一箭报完全就公开了 蔡主席是不断的问 你要说清楚 我说得很清楚了 他们还是在硬凹 你不能说我打口水战 我当然要澄清啊 所以陈云柱到底是好人是坏人 蔡主席应该比我更了解 结果人家问他说 他说要他来问我 这不是很奇怪吗 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一点 第二是这个市值的价格 其实产地是非常清楚的 民进党没有搞清楚 结果这个高价低报 明明一斤可以卖到几十块 他说只有两块 真正伤害到农民 而且伤得很重 这一点呢 他们一直不肯认错 一直到前两天 才勉强站出来 我是觉得像这种事情 真的我非常同意 王小姐的问题 这种口水 为什么不能避免呢 为什么不谈政策呢 这两个议题都是民进党提出来的 不是我们提出来的 可是我为了我的清白 为了农民的权益 我也不能奋战到底啊 所以我在这个议题上 我觉得将来总统候选人 应该在这个选前 签一个公约 不要去搞这种无聊的口水 尤其是不可以无中生有 提不出任何证据 只要指控就好 我觉得这什么心态啊 这个如果不改的话 我相信民进党是很难成为民主进步党的 因为他并没有进步 甚至于还在退步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都有个共识 大家谈政策 比政策 这样才能够真正造福大众 这是我由衷期待的 谢谢 请蔡英文女士回答 时间是一分三十秒 谢谢 听了总统刚才讲的话 我觉得总统还陷在口水战里面 我们要问的是 总统见着陈英柱先生 你也承认你见他两次 你是总统 是国家领导人 你就有义务 要把他说清楚而已吗 那至于市值的问题 也确实有一斤两块钱的市值 那这个问题出在产销问题 做总统要告诉我们 他要怎么处理这些产销问题 这些农业问题 他要怎么样来处理 这才是问题的本质 可是在过去的一段时间 我们看到了总统 在回避他的责任 总统真的看起来 比较像在野党 当时在野党一再地提醒 这些问题的存在 农民的问题确实是很严重 我们或许在文宣上 有比较强势的作为 主要的就是因为我们是在野党 我们必须要凸显这个问题 但是作为执政党的 就必须要面对问题 解决问题 而不是继续地做口水战 那我们真的觉得说 如果你真的要说口水的话 我看过去的三年多以来 不许是你的政府 还是你的政党 对我的攻击还不算少吗 我真的要觉得 总统真的要认知到 他自己是执政者 那执政者有执政者 应该做事的态度 跟回应事情的方法 我的道歉就是因为 我不想再陷入在这个口水 让整个事情回归本质 而不是说我们做的事情 真的错到有那样严重吗 请宋楚瑜先生回答 时间是一分三十秒 王远密小姐所提出来 这个问题非常重要 选举透过公开的程序 来检验每一个候选人 他的一言一信 我对于陈云柱先生这件事情 我必须要很恳切地说 马总统 你以总统的身份 去见一些不应该见的人 是时格 但是更重要的是 从制度层面来讲 我们的选举 如果被大家怀疑 是有赌盘在操作 这是一个非常严重 而严肃的问题 到现在为止 这两个大党 从来没有对这件事情表态过 我当选之后 对这件事情 一定要进行了解 同时不能容许 让赌盘决定台湾未来的前途 第二 农业发展 刚刚都谈到了 那就是产销的问题非常严重 中间剥削的问题非常严重 我们农会没有能够受到适当的重视 而没有能够想办法去向我们的农镇单位去反映 因此农会 农镇单位以及农民 三结合的一些未来的发展 是未来我们必须要进行改革的重点 那就是台湾的农业面临重大的转型 不是只有市值问题 好多的农产品都有问题 第五个问题 请自由时报副总编辑周景文女士提问 首先我要请问蔡女士跟宋先生 633是马英九先生提出来的经济承诺 你们的经济承诺是什么 请注意 只要提未来四年就可以了 另外我要请问这个马先生 很多的专家说 再给你四年你也做不到633 这样的说法你同意吗 最近你在一个公开的场合说过 国民党的这个经济比较在行 你的论据是 到今年年底 我们的平均国民所得 可以到2万美元 距离你上任增加了2889美元 你以这个数字来对比民进党 认为你比较在行 但是你可能忽略了汇率的因素 如果去掉了台币升值 你只增加了8% 那如果以你所说的民进党 当时从1万4到1万7 这是增加了20多% 在这样的一个绩效下 你怎么达到633 你要不要放弃这个承诺 谢谢 请蔡英文女士回答 时间是1分30秒 谢谢您刚才的提问 其实我在主编的时候 也大致的把我将来要做的事情 做了一个勾勒 现在的经济 其实它不是只是单纯的经济的 一个狭隘的层面的问题 它其实它牵涉到的是经济面的整体 一个国家的整体的问题 所以我们面临到的问题 还包括我们财政的赤字 一直在持续的扩大当中 所以我们第一个要准处理的问题 就必须要控制我们财政的赤字 在继续的扩大 让国家的钱可以用在刀口上 用在我们经济发展所必须要做的事情上 所以我们要让我们的财政赤字 持续的往下走 让国家的财政能够恢复它的这种活水 让我们国家有权去做 我们必须要做的建设 另外我们必须要扩大我们的内需 但是内需绝对不是小型工程款 而是扎扎实实的在地的经济 而这个在地的经济 我们要连接我们全球的经济 让我们的在地经济能够创造出来 我们全球的竞争的能量 所以这个我已经准备投入一千亿的基金 让我们的在地经济有一个动能 可以快速的来发展 另外我们要创造新的产业 比如说长期照顾产业 这个产业我也决定要投入四年四百亿 快速的建立 创造很多的工作机会给我们的人民 我还有很多的计划 也有很多的想法 我们会一一把它实现 请宋楚瑜先生回答 时间是一分三十秒 周女士所提的问题 我做一下的答复 那就是我们没有任何这些虚拟的一些数字 而是一个方向 一个态度 那就是现在台湾的大的企业 已经被韩国追上 而我们到目前为止 政府却对于重大的这些国家 包括新加坡 包括大陆 包括美国 我们有没有能够透过EGFA来穿透 然后走向这些国家 让我们台湾的大企业能够持续的保持竞争力 第二个 我们的中小企业逐渐的会被大陆取代 因此我们一定要发展下一个世代的策略性的产业 尤其是结合我所说的生活生态 生产的三生产业 创造真正台湾三生有幸 我们也应该在这些学 在解决这个问题当中进行产业的再造 创造新的产业 比如说云丹的科技 包括我们干净的人员和网络的快速的这种发展 我们必须要了解得到 如果大陆可以上海这么快的十年之内就网络加速 但是我们现在的许多这些方面的产业 完全没有基础的建设 因此我承诺一定会对这些新的产业 给予全面的配合和协助 来重新创造我们的新的希望 听马英九先生回答 时间是一分三十秒 关于六三三当初提出来的时候 是跟爱台十二建设一起 是八年的计划 但是其中有一些 我们认为应该可以早一点做到的 我们没有做到 我们感到很抱歉 我在十月中的时候已经向社会道歉了 我愿意这个时候再表达一次我的歉意 但是这些目标 我觉得如果还有努力的空间 我不会放弃 我还会继续往前迈进 譬如说像失业率 像经济成长 还有八年到三万美金 我还会继续努力 但是我觉得这些 悬着一个目标 大家全力以赴 也许有机会可以达成 但是在过程当中才是最重要的 可是蔡主席说 四年内要让债务减半 我觉得这实在是非常的有雄心 我们如果要这样做的话 是不是要大量的加税 或者把我们的预算要砍掉一半 才做得到 其实他说的在地产业 我们在去年就提出加油产业 产业有加的计划 经济会已经全部都规划好了 很快的就会拿出来 刚才宋主席特别提到 是不是能够透过ECFA 来跟其他国家加强经贸关系 这个建议非常正确 日本为什么肯到台湾来 签投资协议 跟ECFA有绝大的关系 因为日商在台湾投资之后 就可以利用ECFA的减税 把这个产品卖到大陆去 现在已经很多家日商 都有这个兴趣了 我们还准备开辟专区 其他的国家 其实也是看动这一点 所以我们为什么说 ECFA不是万灵丹 但是是维他命 能够帮助我们连接亚太 谢谢 接着进行媒体第二轮的提问 请中央通讯社总编辑 吕志祥先生提出第六题 贫富杀剧 已经是目前最严重的 社会及经济问题之一 而在国际方面 欧债的危机方心为爱 许多专家预测 假如欧债问题 转期内不能解决的话 目前的无薪假 可能会恶化成 明年初的失业潮 会使贫富不经的问题 更为严重 冲击到整个社会的安定 但到目前为止 三位参选人 对于欧债的问题好像并没有做很深入的探讨 或提出因应的措施 另外我想请问 请三位参选人说明 在最严酷的这个经济形势下 要如何透过社会服务 帮助弱势 进而缩短这个贫富差距 同时又能兼顾国家财政 请宋楚瑜先生回答 时间是一分三十秒 我有两点的重点 第一个就是什么是质本 什么是救急 我们要双管齐下 关于贫富差距的问题 我们应该从质本和救急 双管这个进行 教育来改变我们现在的教育制度 跟既质教育 必须要挂钩起来 让我们的毕业生 能够毕业以后能够找到事 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现在贫富差距 是税制很多的不公平 我们要好好的重新调整 但是更重要的 我们必须逐渐的走向 我们的三民主义的民生主义 就是对于基本的 我们的生活的生活品的要求 我们应该好好帮他们去管理 而最后呢 我们也会对于那些 弱势的救济的部分 我们一套全盘的来检讨 我们的社会福利制度 欧债的问题起因 就是庞大的 过当的那些 这个社会福利制度 脱华了国家的财政 因此我们现在的 很多的四大基金 好多好多的 我们的问题 如果出了问题 不但影响金融 更影响未来 所以我们对于这些弱势的照顾 我们要重视 那就是全盘的检讨 社会福利制度 更重要的 就是我们国家的财政 将来我希望召开 我们的财政会议 国事会议 请马英九先生回答 时间是一分三十秒 贫富差距确实是一个大问题 在台湾历史上 贫富差距最大的 以五等分来算的话 是民进党执政的第二年 2001年 我们上任之后 已经把它减少了 但是我们还是不满意 所以我们推出了一系列的策略 来缩减这个贫富差距 比如说劳工方面 我们两次提高基本工资 而且推动劳保年金 让老年的劳工 能够拿到月退 而不是一次退 再其次呢 我们社会救助法大幅修正 在民进党时代没有做 我们做了 我们把受贿的人 从26万增加到86万 增加60万人 然后呢 我们社会福利的预算 在下一年度呢 编到4072亿 这是有史以来最高的额度 以我们四年来跟民进党 四年相比 我们社会福利的预算 占中央政府总预算是19% 他们只有17% 这两个百分点 差不多相差到2800多亿 而且更重要的 最近我们老农年金 跟社福津贴 一次通过的时候 我们也把八种 社会福利的津贴人士呢 能够一次提高 这些都是看得出来 有一些人 他你给他工作 他也没有办法提高收入 因为他没有工作能力 你必须要给他 这种移转性的支付 所以我们在这方面 真的是做得非常的多 因为宋主席说得不错 我们是一个三民主义的国家 要实施民生主义 所以我们对于欧债呢 我们已经定出了 七个策略 十个焦点 前两天已经正式公布了 以后每个礼拜开支会 天天都会盯住他 有问题我会亲自参与 谢谢 请蔡英文女士回答 时间一分三十秒 谢谢 刚才对于贫富差距的数字 我想马总统恐怕回去 还要再查一查 最高的贫富差距的差距 是在你的任上发生 有时是我们以二十等分来分的话 前5%跟后5%是前所未有的高 那么我们的社会福利的政策 其实是某一种程度 它是一个让我们能够减缓贫富差距 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要创造工作机会 如果有好的工作机会 有好的产业 那我们的贫富差距就会缩小 所以政府最重要要做的就是 要快速的把我们的内需的市场 跟内需的产业 扩充成是我们的良知的工作机会 这是我们最重要要做的事情 那么另外 我们也必须要注意到欧债的问题 欧债的问题 最大的问题就是国家债务的问题 在这里我要跟我们的马总统再说一遍 我讲的是国家赤字的减半 不是国家债务的减半 这两个观念是不一样的 那国家必须注意财政赤字的问题 而在这几年财政赤字的恶化 其实是非常非常快 有史以来最坏最坏的财政情况 就是在过去的三年多 而且钱没有花在刀口上 那我们也真的持续的要扩散 我们内需产业之外 我们要扩展新的市场 因为既有的市场 其实会发生萎缩 将来的这个欧债的风险 最大冲击的是我们出口 所以寻找新的市场 扩充我们内需的市场 跟财政纪律是最重要的 第七题 请苹果日报社的副总编辑 郭淳英女士提问 请问马英九先生 在您稳健检合的计划规划当中呢 您曾经提及过要维持合理的一个电价 但是有人认为台湾的电价过低 民众没有省电的一个诱因 若您当选未来在四年内 您会大幅提高电价吗 请就会与不会回答 这个问题同样请问 蔡英文女士跟宋楚瑜先生 谢谢 请马英九先生回答 时间是一分三十秒 关于合理的电价问题 主要是看我们电的供应跟需求 我们核能政策是稳健检合 然后第一个是确保核安 第二是稳健检合 然后呢打造绿能低碳环境 最后呢是逐步迈向非核家园 而三个前提条件 第一个是不限电 第二是电价要合理化 第三呢就是要符合我们对国际减碳的承诺 所以电价的问题主要是要看 到时候我们电力供应 是不是到了需要做一个调整 但是大幅涨价的机会是不大 因为我们现在走的路程很稳健 所以即使有应该也是很温和的 这样才使得民生呢不会受影响 但是如果照蔡主席的这个核能政策 那就很难说了 因为他总以为我们现在的备用电力 还有百分之二十几 现在没有这么多了 现在经济开始成长以后呢 备用的电力 变得电力是越来越少 如果很快的就费合的话 到时候我们电力不够的时候 就可能要大幅成长了 所以这是我们必须在这个时候要弄清楚的 那我刚才也讲过 我们要大力的来推动绿能 也就是包括风力跟太阳能 我们会有一个千座海陆风力机 阳光屋顶百万座 一百万间屋顶阳光 然后呢再用风力发电 这样子能够提高替代能源的使用 也许我们有机会能够早一点完成 请蔡英文女士回答 时间是一分三十秒 谢谢 我记得马总统刚上任的时候 曾经有说要减少推动节能 可是这三年多四年了 我就不知道马总统的节能在哪里 所以马总统说要推展绿色能源产业 我也真不知道说 如果再给你四年 你会有什么样的动力跟能力来推动 那么我们的2025的非核家园 有13年的时间来达成 这13年之内会有很多新的再生能源 跟替代能源的新的技术的出现 而新的技术会降低成本 会降低我们使用的效益 所以2025年的非核家园 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合理的一个计划 核能核电其实不是很便宜的 就像马总统常常讲的 它是一个便宜的发电的方法 其实核能核电其实是很贵的 姑且不论它的灾害 它的前端跟后端的这些 安置这些废核料的成本 其实是非常高的 我们国家现在是花很多钱 在补贴核电 而不是因为核电是便宜的 那么事实上 我们如果能够让我们的电力的配置 我们的产业能够有一个合理的这种调整 我们把这个高耗能的产业移出以后 我们电量是够的 我们的电价也不一定要大幅的调涨 尤其是我们如果采取适当的差别电价的话 更能够符合我们的环保政策跟绿能政策 请宋楚瑜先生回答 时间是1分30秒 很明确的说 基本的民生用电不宜于做任何重大的调整 以保护我们真正民生的基本需求 但是我们整体的这些电价和水价 确实有些浪费的地方 因此我们也做一些措施 要好好的来做一些节约的一些办法 但是不管他们两位怎么说 重要的是执行力跟协调力 那就是我们现在政府不管是谈到了这个非核家园也好 替代人员也好或者是许许多多的这些措施 严格讲起来说得多做得少 特别的是执行力很差 我们看到南部有一些洋水重电的问题 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的法律根本是形同虚设 电力公司在排斥我们对于太阳人的这些做法上面也没有经过建筑法规的一些调整了来鼓励我们大家使用这些所谓节能减碳的这些工作 我们想象在未来一定我们的产业必须要改造 那就是必须我们要推动绿人的产业因为未来全世界对于像这个他的所谓的干净能源的一些保证会影响到我们的出口 像这些整体的这些做法上面关键在执行力协调力和通过适当的立法 第八个问题请联合报总编辑罗郭俊先生提问 我要请教三位关于政治风格的问题 首先蔡女士 有人批评你政见空洞 有两个重大的问题 我希望能够得到一个比较具体的答案 首先您如果当选的话会不会特色陈水扁先生 第二个 大陆方面多次表明如果失去了九二共识的基础的话 两岸的经贸交流可能会产生重大的变化 甚至有可能中断ECFA 您对这样的事情有什么样的说法跟因应 宋先生 您过去曾经和国民党结盟 也曾经有过一场贬送会 更多次与大陆的领导人会面 请您告诉我们为什么在这个政治上面的态度 为什么有这样多的变化 马先生 您在就任总统之前曾经说过 你不会在第一线发号施令 最近你却说民选总统不可能退居二线 不能做宅男总统 请问这三年多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变化 请蔡英文女士回答时间一分三十秒 谢谢 我的政策其实都很具体 我也具体回答问题 但是我不谈肢结问题 那么在陈水扁总统的问题上面 现在这个司法案件还在进行当中 我们现在要做的 尤其是总统要做的 就是要确保整个司法体系 在处理这个案件的过程中 是一个公平的审理的过程 那么这个在整个案件的审理的过程中 是有一些令外界质疑的地方 我们也希望在后续的这个司法审判 能够把前面的这一些瑕疵跟不正 那么公正的审判 是这个时候最重要的问题 至于特不特色 不是在现在必须要思考的问题 必须要在案件审理完成之后 才有所谓特色的问题 那么另外在两岸的问题上面 我相信中国一定想维持 跟台湾一个和平的关系 因为这是我们双方共同利益的所在 那我也很诚意的告诉我们的人民 我们要有台湾共识 有的坚实的台湾共识 有的一个台湾人民共同的立场的时候 对中国来讲 其实是更稳定的一个两岸的关系 他不需要忧心的 当台湾在一个民主机制底下 有政党轮替的时候 政策会不会发生变化 那我们的人民也可以得到保证说 我们的政府在协商的时候 是以整体人民的立场 而且是透过民主 透明的程序来进行的 请宋楚瑜先生回答 时间是一分三十秒 没有错 我曾经跟国民党 民进党和共产党 都有所接触 同时也有一些很大的互动 我之所以跟国民党 有这么深的渊源 那就是我坚持我们中华民国存在的基本道理 三民主义的基本主张 那就是如何的让台湾的民主发展能够进一步 所以我曾经追随李登辉先生来从事民主的改革 我跟连战先生合作 更希望台湾能够持续的成为亚洲四小龙之首 我之所以跟民进党的陈水扁见面 非常简单 就是消除战断 因为那个时候两岸会打仗 包括美国直接告诉我们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希望把和平重新带到两岸 我之所以跟共产党有所接触 所坚持的 那就是两岸要和平 因此您看到 我从来没有用个人的利益 在决定我到底应该跟谁去谈 我一直是把国家的利益和民众的父子 放在心里面 而不是为自己个人追求任何的利益 既利应既天下利 求民当求万事民 宋楚瑜之所以能够跟这个三个不同的政党形态来结合 那就是把台湾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 这才是宋楚瑜的基本的立场 请马英九先生回答时间一分三十秒 有关第一线跟第二线的问题 其实很简单 我是民选的总统 人民对我有什么要求 我当然要站在第一线 因为我是他们选出来的 但是宪法规定 对立法院负责是行政院 同样对监察院负责也是行政院 这个时候我就不能站到第一线了 我是一个遵守宪法的总统 所谓第一线第二线 我一贯的用这种方式来处理 并没有任何的问题 其次呢 您刚才问到我们蔡主席 说她不承认九二共识 将来怎么处理两岸关系 其实这个真的是一个蛮大的问题 我们假设谈我们一向主张的 不同不独不武 蔡主席知不知道这个其实是台湾主流的民意 也可以算是一种台湾共识 因为百分之八十 连续二十几年的民调都显示 百分之八十的人民都支持 蔡主席 我敢说不同不独不武 你敢不敢说同样的话 尤其是不独 我觉得这点是台湾人民非常非常关切的 还有一点很重要的 像有关这个特色陈水扁总统的问题 我记得人家问蔡主席的时候 蔡主一直说 嗯 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 就没有了 实际上要可以回答 因为要测试 不一定要等到案件全部审判完 这实际上来讲 问题是要不要 而不是要用这种问题来拖延 我的感觉是 对这些问题 蔡主席经常都是回避的 你说两岸政策 她说这个台湾共识 没有人知道是什么 所以她可以一直说这是个程序 可是这个程序没有人了解 到底是什么 她应该讲清楚才对 第九个问题 请中国时报总编辑 王美玉女士提问 今年国庆晚会 有一场梦想家的表演 两天花掉两亿多元 造成文件会主委下台 也让大家开始反省 这几年很夯的叫做文创产业 是不是已经有于商业化 其实不分蓝绿 我们都知道每年各县市 都在轮流放烟火 拼人潮搞嘉年华 甚至关系好的义文团体 就可以拿到大笔的补助 过去文化被批评是为政治服务 明年文化部就要成立了 义文界大佬有人跳出来喊 希望它不是文件会的扩建版 我想请教三位 你们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文化部会是什么样的样貌 请宋楚瑜先生回答 时间是一分三十秒 没有错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 更是我们全世界看台湾这个地方 是不是有一个文明国家基本的条件 它不仅是生活的方式 更是一些许许多多文化活动 多元化的表现 台湾是一个多元的社会 更是一个不同族群的一个社会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对于现在所发生的一些问题 那就是资源被少数人在这里掌握 但是更重要的 就是如何我们创造一个文创的产业 来提升全世界对台湾有刮目相看的一种看法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要制定未来的文化部 不是只成立一个部会而已 它要有一些文化政策的基本主张 文化产业资源分配 人员配备 还有很多的诱音 包括很多人不一定都会唱歌 但是应该欣赏音乐 我们的教育的制度 都应该共同的培养这些文化的消费者 所以文化部将来的存在 绝对不要像以前 以为设立了一个部 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那干脆我们以后行政院的院会 在综合运动场开 有几千个部会 问题的通通解决了吗 不是 而是真正晓得文化的内涵 多元化的台湾 请马英九先生回答 时间是一分三十秒 梦想家这个音乐剧 因为制作成本比较高 造成社会观感不好 负责的部会首长已经辞职了 当然我们也感到很遗憾 但是不要因为这个个案了 就否定我们过去几年来 在文化方面的努力 比如说把文建会变成文化部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 在我们去年一月 实施了文化产业发展 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条例 换句话说 让文化创意产业 能够得到政府的帮助 国发基金也拨了一百亿 作为有为创意投资之用 这些都代表了 我们把环境先变好 那除了钱以外 还有哪些呢 比如说我们在签ECFA的同时 也有签一个两岸 智慧产材权保护的协议 所以台湾的电影 可以无限制的到大陆去放映 当然还是要经过一定的程序 这些都是过去所没有的 同样的 我们也经过这些呢 能够保障 我们台湾跟其他国家 在这方面的合作呢 能够在大陆 不会受到山寨版的侵犯 对于文建会变成文化部 就拿这几年文建会来讲 它的公务预算 几乎是民进党时代 将近快两倍 民进党时代没有超过六十亿 我们去年就已经是八十几亿 今年是一百多亿 明年也是一百多亿 实际上有太多的一文团体 它真的在很多地方撑不下去 需要我们来帮忙 当然这不是光钱的关系 因为你谈文化创意 还有文化创意产业 跟文化是三件不同的事情 需要 请蔡英文女士回答 时间是一分三十秒 谢谢 刚才马总统说 这个文化的预算多了两倍 我想照你那样的话 再三倍四倍都不够 问题固然在于成本高 但是更重要的问题是 这个标案是什么给的 那这个整个程序 有没有透明 有没有公平 那这个资源的分配 是不是符合我们的政策目标 这才是问题的所在 那文化其实是一个 由下而上的东西 我们要让它展现的是 一个多样的面貌 所以政府是要创造一个 文化发展的环境 不是由上而下的干预文化 而是让文化能够有自己的生存 跟文化发展的空间 文化也不能为政治服务 所以将来的文化部的部长 一定是文化人 而且他一定是要懂得 文化的经营的一个文化人 我们也要避免政治的操弄 第二 我会逐年增加文化的预算 但是资源的公平 跟透明的分配 这个是最重要的事情 我不会让梦想家的事情再发生 第三 我也同意宋主义 属于主席讲的 我们必须要培养 这个文化的欣赏者 全民的美学运动是很重要 让创作者可以找到共鸣 那么我们也要鼓励多族情 多样性的这个风貌 让台湾的文化展现出来 它的主体性 文化的事业是一个非常深远 重要的事业 我们真的要把它当作优先的事业来看 第十个问题 请自由时报副总编辑周景文女士提问 三位都很幸运 都有一个好爸爸 人生而不平等 但是人可以追求立足点的平等 三十年前 当各位都还年轻的时候 有一本畅销书 吴静吉先生写的 叫人生的 青年的四个大梦 三十年后的今天 青年人的梦没有了 立足点消失了 那我首先想要请问 这个马仙 你怎么看待 在你任上出现的几个 青年人常常用的字 22K 无薪假 裸婚 买不起房子的结婚叫裸婚 等等这些的问题 你怎么看待 另外我请问 另外两位 都有好爸爸的 蔡女士跟宋仙 你们怎么样具体的帮助 没有好爸爸的年轻人 谢谢 请马英九先生回答 时间是一分三十秒 失业的问题确实困扰 我们的社会 尤其是在金融海啸 经济衰退之后更为严重 那我们刚才讲过 没有把失业率压到3% 我们感到很抱歉 但在另外一方面呢 我们这三年五个月的时间 创造了35万个就业机会 而同样的时间 民进党只创造了这个14万 我们在这三年半的时间 我们失业人数增加了6.8万 民进党增加了22.6万 所以我们增加就业的是他的2.5倍 我们失业呢 是他的三分之一左右 这并不表示我们做得很好 我们还是不满意 但是年轻人失业 在全世界来讲都比一般的失业率要高 不过经过我们这段时间努力 已经慢慢降下来 您刚刚讲 买房子买不起 我们有了安心成家方案 让他能够贷款至少两百万 必要是可以贷到七百万 同时呢 前两年可以免息 由政府来补助他 如果他不想买房子 我们有租屋的补助 三千六百元 在大台北地区比较困难 但是在其他地区还可以过得去 同样的我们也希望增加其他的机会 让他能够有第二专长 能够改善年轻人失业的情况 其实在全世界 刚刚出校面的年轻人失业率 都比全部要来得高 我们现在已经逐渐的把它减少 尤其是还有许多 创造第二专长的计划 我们全力再做 我们做的确实还不够 青年还不满意 但是我们一定把这个 变为未来工作的准点加强 请蔡英文女士回答 时间是一分三十秒 谢谢 刚才马总统说 他创造了三十五万个就业机会 可是现在的失业率还是很高 还有百分之四点三 那他所创造出来的工作机会 老实讲都是短期的工作机会 都是二十二K的那种工作机会 他不是失职的工作机会 从这个数字看起来 其实我们真的失业率是高于四点三 非常非常的多 那青年失业问题 也高过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数字 青年失业跟台湾的整体的失业问题 其实是台湾社会最大的挑战所在 所以我们必须要替他们 有找工作的这个机会 工作是解决贫穷最重要的一个方向 工作没有工作没有收入 人就没有信心 所以我们必须要让台湾的产业 跟台湾的经济发展连结 跟全球连结 让我们的经济发展 创造我们的就业机会 而不是创造在大陆或其他的地方 另外我们也要让人性人买得起房子 我们必须要控制 我们必须要让房价 能够维持在合理的范围 另外对于年轻人所需要的住宅 我主张要有社会住宅 长期来看我们希望能够 全台湾房屋存量的10%的社会住宅 只租不卖 让我们年轻人可以得到 一个在都会交通便利的地方 有好的住宅 另外很多的照顾小朋友的这些服务 我们要公共化 由国家来提供平价 而且优质的这些服务 来减轻他们的负担 请宋楚瑜先生回答 时间是一分三十秒 刚刚周女士所提的问题 我觉得从两方面来提 一方面是公共政策的问题 我特别很赞成 刚刚这个蔡主席所提的 所有这些方法 但是我必须要说 是如何去执行的问题 我们亲民党所提出的主张 对于青年将来 他的住的问题 这个住者有其屋的 这些社会住宅 我们给予两桶金的这些照顾 我没有时间详细的说 但是更重要的是 要创造就业的机会 让这些年轻人 能够真正感受得出来 他的教育 跟他的就业市场 是结合起来的 你刚刚特别提到了 我们三位都有好的爸爸 没有错 我的父亲 教过我三个很重要的人生哲学 我也让年轻人晓得 就是公而无私 我父亲在加班 我姐姐走了 他还是把公事放在地 我父亲临终的时候告诉我说 他没有给我留下财富 只有留下一个好的名声 举头三尺有神明 最重要的 他教我怎么样子 天道愁勤 勤快 所以年轻的人 两方面 政府有责任 好好提供就业的机会 但是年轻人 您也听听 宋楚瑜父亲 教给他的话 天道愁勤 忠情认识 公而无私 第二阶段媒体提问的部分 到此全部进行完毕 今天辩论会上半场 现在告一个段落 我们中场休息十分钟 稍后再回到现场 谢谢 再见